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紫咳潤肺 舒緩酵喘和氣管敏感的一個茶 苦育靈芝雪梨茶 大家看看有什麼材料 首先把霸王花、藍不幸和果皮浸泡15分鐘 霸王花有清深潤肺、清暑解熱、除淡紫咳的作用 霸王花特別適合常常去皮膚、淹酒過多、肺熱有口氣、肺熱咳嗽 便秘都有幫助舒緩的功效 現在畫面見到我們把雪梨乾、腐乳靈芝和毛花果洗一洗去剪開就可以了 雪梨乾我通常會去到心 因為如果你不去到雪梨乾的心 淡湯會有少少酸 雪梨乾沒有新鮮的雪梨那麼寒涼 雪梨乾有新瓶潤醋、清熱化痰的功效 還可以滋潤、肌膚 基本上雪梨乾、腐乳靈芝和毛花果 我一年四季在家裡都一定會有 腐乳靈芝未必每個人都煮過來喝 但如果你或家人有酵喘或氣管敏感 對這個腐乳靈芝一定不會陌生 腐乳靈芝不是屬於靈芝類 是屬於真菌科 有止咳平喘、補氣益肺、增強肺功能的功效 它說明特別對酵喘、氣管敏感有幫助 尤其是夏天出入冷氣地方 又冷又熱很容易感冒傷風 偶爾喝這個茶也有預防傷風感冒的功效 打好底部就沒有那麼容易病 因為我家裡小朋友有酵喘和氣管敏感 所以我一年四季家裡一定有雪梨干、苦乳靈芝、川沛、無花果等 現在看一看畫面 我現在把霸王花的花蕊掃出來 刮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茶我都放了幾粒無花果 很多人都覺得放無花果、蜜棗 都是為了淡湯或茶去調味 其實都不是的 無花果都有好好的功效 無花果有潤肺止咳、清熱滑腸 咳喘、喉嚨痛、便秘、痔瘡 喝些無花果都好 今天的材料我不放肉下去 就是變成茶來喝 但如果你放豬肉就可以變成湯來喝 已經很清甜 看畫面 我們浸了藍不恨 15分鐘就可以加進去 洗一洗 永遠都是藍恨多於不恨 大約六份藍恨、一份不恨 果皮都浸軟了之後 就刮掉了 我們今天還有紅蘿蔔、青蘿蔔和粟米 我講講紅蘿蔔有豐富的維他命A 可以保持皮膚光滑 對眼睛有明目的作用 可以增強免疫力 而青蘿蔔有清熱解毒化痰利尿的功效 我們這個茶煮滾之後 鑽西火煮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苦與靈芝雪梨茶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很快有另一條食譜片段 和大家分享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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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